您说的是宗法秩序基本荡然无存了 但是法治秩序又没建立起来 老祖宗那一套他不听了他不信了 农村的道德现在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就是道德滑坡 我们天天在基层也是感受特别明显 像我本身就是农村的 他为什么 我个人分析 农村你看这个道德 它是一代人对一代人的教导下来的长辈 长者统治一种长老秩序 但现在农村老人没有权威 年轻人有地位 为什么 因为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了 你老人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差 他应对环境的能力就差 你不懂互联网 不懂智能手机 不会开车 你出去什么事办不了 对吧 你也挣不着钱 都是一些小坏孩 小屁孩189的 他出去就乱糟的 老人看不惯这种 他们起来了 你老人生活还要养让他们 给他们打工 生病的话 还要他们给你出钱医治 慢慢的你在家里经济地位丧失以后 这个说话就没有分量了 农村他这个秩序就是这样慢慢的瓦解的 他这个分析很有意思 而且你看 你觉得像这种秩序跟现在中国又要再搞 中国现在农村基层的农村是直选的 是吧 是民主自治 但是好像我记得你写过一篇文章 你就说这个玩意搞的也搞不成 搞是搞成 但是好像对农村的生态影响不是很大 那在搞成什么样了 其实我们是从98年开始陆续的现在到现在 基本能达到民主选举了 原来那些宗亲 会选 恶势力干扰这些 这些基本派出了 但是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你选出来以后也就那样 村里的公共事务还是没人管 为什么 他这个我感觉应该就是跟中国现在大环境有关 咱们现在我记得是 这个城市化是从2000年左右也是开始搞的 现在农村是一个在消亡的一个过程 农村它是不断的被城市化 边缘的城郊的村子 城市边缘在不断的扩展的 农村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了 对吧 所以搞这个村里你搞的以后 农村现在没有地位 它是搞工业化 现在的话它是城市的附庸 它在一步步的走向终结 农业文明的终结 小农模式的 但如果按照现在最新的方向 土地将来可以流转 使用权可以变成钱 进入城市 党支部书记乡长权力不就大了吗 对 那这个选择